昨天晚上在香港发生一起近年来最严重的撞船意外 有一艘载有124个人的渡轮 被另外一艘船给拦高速拦药给撞上了 100多个人纷纷落水或是跳海逃生 目前已知至少造成了36人死亡 9人命危 而目前了解里面并没有台湾人 整个过程有如是铁达尼号的重演 李锦华来自香港的报道 撞船意外发生后 其中一艘载有124人的客船迅速下沉 只剩下船头浮出水面 船尾插入海床 多少艘防船及水警船赶到现场收救 陆续救起坠海的乘客 破旧的人被送回香港岛及蓝牙岛的码头 载游救护车送医 救护员一直为伤者急救 部分人已经没有反应 快啊快啊 秦乡德则坐在地上接受治理及等候送院 我去找饭了 这么大有的 没找到 被伤的车 被伤的车 受救人员共救起100多人 当中最少36人死亡 9人伤势严重 意外发生在10月1号晚上8点多 这艘载有电力公司员工及家属的客船正从南亚岛开往维多利亚港观想大陆国庆的烟火 但开船几分钟便跟一艘载有几十人由中环开往南亚岛的渡轮商装 路人被指不顾而去 但船公司则指因为船身损尾进水 也有多人受伤 所以先到码头靠岸 这次是香港今年最严重的海滥 有关方面正调查意外原因 以上是中市驻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 出发了